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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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說說什麼叫飄書 因為剛才阿希 我經常覺得那個應該讀一個嫖字 應該是嫖書 我覺得那個動感是在這裡 我經常覺得 但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動感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看完就給人 你不要拿一瓶 是嫖一下 但我現在在香港很多食字 我想是不是吃了這個字 嫖書字 我想如果鏡頭前的你 聽到第二個嫖字 就與我們無關 什麼人想到什麼 那我出了事 我覺得 我問阿余 我想沒有人讀嫖字 沒有 真的沒有 不過你真的很動感 看一看 是啊 單車實 時間的快速的感覺 比較動感 通常人們都是讀到飄書節 飄書節通常都讀到 有小部分人會讀票書 那我就是那小部分 是啊 我第一次我以為是 漂亮的書的節日 因為三點水 beautiful books 都可以 都可以 為什麼讀票呢 就是我們想把書本放飄 飄書故名思 其實就是把書本飄留 就是剛才你說的 飄一下飄一下 或者單車德國飄回來 是啊 很明顯 講一下飄書節 其實我們青年廣場 今年是第三年舉辦 每年都是的 簡正八月 因為暑假 年輕人又有空 我們會向市民收集一些書本 那些書本 會是想他們自己看完 盡量寫一些感受 因為就不是純粹想 他們擺一本書出來 而是都想增加價值 寫回他們看完的一些心得 感受 然後就捐出來 很想這樣 然後我們就來 其實今年飄書活動 都一連串 除了在我們本身青年廣場 在八月中會舉辦大型飄書節之外 其實剛才黃明也有說到 我們有輛流動車 就可能周圍都跟別人分享一些閱讀 或者寫上的心得 除此之外 其實在八月中 八月十日 在銅鑼灣這裏 不過就在白沙道行人專用區那邊 那邊 就會有一個小型的飄書節 都一連串的活動其實都挺豐富 所以你也會想看 再次廣場 再次廣場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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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